剛剛蠟丸皮的台南火車站前 國賓大樓相當醒目 這裡有商店街平價飯店 還有歇業旅館 上百間8到12坪的套房 目前建築物內有兩物件要法拍 只是歷經了十次流標 這一次會成功嗎 這邊的一個整個環境比較不好 因為大部分都是出路的 都是以移工比較多 他就沒有那麼多 台南人想要購買的慾望 交通相當便利的國賓大樓 過去曾經是台南第一高樓 也是地標之一 位在台南火車站的正對面 地上十四層 地下三層 一樓商店街 二樓閒置 三樓是倒閉的旅店 最上層的十三和十四樓 目前是平價飯店 其餘的樓層都是8到12坪的套房 三樓八樓從2023年12月首次把拍 到現在已經第十一拍 大樓的環境比較複雜 所以說他這邊成交價落在 大概十二到四萬中五屋來說 由於套房的投報率比較高 總價又比較低 所以他的拍出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另外一筆的話是四千多萬 總價高達四千多萬 所以他的拍出的機率 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大概一百多萬 如果真的整理好住進去 心裡也毛毛的 應該會睡不好覺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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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怕都怕死了 因為四十年歷史的大樓 商業行為多出爐複雜 流傳的故事不少 成為當地居民和旅客的討論話題 套房開出的底價 單瓶十一萬出頭 房仲評估比較好成交 一直被視為傳奇的地點 有法牌物件 誰會接受 確實受矚目 三地新聞網上 志榮 台南報導